本期节目 欢迎大家收看《开来见我》 今晚我们经历了一段时间 沉淀再说一下 究竟示威活动对于政治诉求 其实有多大的帮助呢 因為一年前的今天 其實大家覺得要乘性追擊 因為一年前的今天 特首已經宣布暫緩逃犯條例修訂 但說完暫緩,那時候也是不收貨的 反而令五大訴求更加哀哀哀 到現在 最後大家都記得,最初是暫緩 接著是壽終正寢 接著還要說給西方社會 就要說The Bill is Dead 接著到最後就是,又是要正式撤回 最後又是立法會開的時候 去年六一六,我也有上街 但如果你問我暫緩和剛才你說 經過了幾輪的變換,變成了撤回 我又看不到有什麼分別 其實沒有的 我不是說今天的案 我是說當時有什麼分別也沒有分別 所以你那時候已經說了 其實暫緩和壽終正寢和The Bill is Dead 而且最終收起了,都是不做的 都是不做的 我意思是說 我覺得他跟我說暫緩,真的沒有了一件事 你說他那些落台 就是所謂落台的姿態好不好看 就是台灣的政治家很喜歡說這件事 這件事我就不是很在意的 我意思是不是說… 何況他不是落台的 他只是收回一條例而已 我意思是說,我不是說我對其他有上街的人錯 我意思是說,如果我能接受他撤回 我就能接受他說暫緩 如果你不能接受暫緩 其實你不能接受他撤回 是一樣的就是那道理 所以我剛才用了一個四字詞語 就是覺得要誠勝追擊 就是繼續要打下去 而那個示威活動從那一刻開始 就一直到7月1日,立法會被人嚴重破壞 再到另一個轉折的位置就是7.21 你問我認識而已,哪都是嚴重破壞 直接燒毀了立法會 那些人就沒有放火 或者最多的行動燒不著 有股焦味 只是毛巾而已 只是毛巾而已 我覺得破壞立法會是一個很震撼的場景 我記得我和你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接近是一種超現實的狀態 很驚喜的狀態 但我們現在回到現實 哪裡出現超現實的狀態呢 就是大概兩個星期前 美國進入了一個 為什麼又再將90年代初期那種非洲裔美國人的那種不滿 一次過爆出來 而且又是40個州這樣爆發 其實對我來說 在2020年發生這件事都很驚喜 都是幾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但也不是40個都那麼暴力 就是有某些 例如明尼蘇達州當然是比較誇張 那個叫做陣讓 陣讓 有時的大概有幾十個州 幾乎全美國 但是很暴力的都有不少數量 所以我們如果不是針對個別的事件 而是示威作為一個現象去看 那可以怎麼開來見大家呢 我不知道香港其實都有 你這個題目很闊 香港也有學者做這方面的反思 但是美國的反思比較大 因為他們說這次又再一次 將他們叫黑人 Black 但他們沒有貶移 但譬如將非洲美國人長年累月的 某一種壓抑的感覺 那個油市爆出來 責任在哪裏呢 當然可能最主要的責任 都是政府做得不夠好 特朗普經常挑起種族仇恨 但是也有人說 會不會是一個文化的緣故 就是近年的白人至上主義 不斷升溫 但是更多的暫時我看到 學界或者甚至社會學 傳媒學甚至歷史學 會有一個比較普遍的共識 他們說傳媒其實這次很大責任 是嗎 很大責任 他們說傳媒報這個特別是主流傳媒的責任 去報這個示威的時候 往往就跌入了某種方程式 某種框架 其實相關的研究是來自一個香港的學者 那個英文就叫做Protest Paradigm Protest就是示威 Paradigm我們經常都說是一個反式 什麼叫做一個示威的反式 其實傳媒一報示威 就硬是這四個角都是那四樣東西 第一你想想特別是西方的傳媒 第一報得最多的就是Confrontations 衝突 特別是示威者和警察的衝突 一撞起來的時候 就會以警察拘捕示威者 作為一個結束 就好像要說到一個故事 就是由衝突變成Lion 就成為了一個故事 所以中間發生了一些事情 有時候就可能就是 好像你這樣說 可能是文過識非 可能帶過了就算了 第二就是 暴力的場面一定是拿到頭版 一定是拿到最大的相位 一定有最大的蝙蝠 放火就一定是拍著放大那張圖片 我是CAMMAN 我也最喜歡拍紅紅火光 就是Riot 亦都是其中一個 最多人不要說 具有這個現場感 震撼感 好了 第三就是所謂sparticles sparticles是什麼呢 就是人們穿什麼衣服 戴什麼的服飾 服飾 有什麼道具 有沒有明星撐牆 外觀的東西 很能拿到鏡頭位 很能拿到報道位 最後就是所謂辯論 辯論大都可能是一個偏差的辯論 就是以訴求為本的辯論 就不是以議題為本的辯論 因為有時候的訴求 可能只不過是表徵的問題 但實際上的問題會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種族的歧視 其實核心問題在哪裡呢 會不會是選票劃分選區出現了問題 其實沒有什麼人討論的 只是討論那個訴求 譬如說爭取公義 那就是爭取公義 那就是講完了 那很多的學者都會覺得 其實這樣去報導 而且長年累月這樣去報導 就會令到核心問題 根本模糊化了 整天只看到那個訴求 跟著那些政治人物滿足了的訴求 就當作收工 然後又去選區說我已經滿足了的訴求 大家投票給我 那就算了 那這個就是近年最多人討論 或者研究得多的就是 甚至乎有關一些種族歧視的示威 是最喜歡用這種方法報導 反而環保啊 或者是一些關乎 譬如政策為本一點的示威 就好一點 就多些說回那個核心問題在哪裡 就不是只有那些暴力的場景 那所以那些人都說 其實就算被你的示威成功爭取到一些東西 你都是輸的 因為都是解決了面那陣的問題 就沒有解決到那個核心問題 是 那這個第一 就是當年華叔司徒華他在世的時候 都有很多人 當時香港還能夠比較有心度 有條理一點去討論一些 起碼他肯說 他肯說 他肯解釋 是吧 有人想到一些問題 他也肯回答 那其中一個議題 我們沒辦法詳細說的答案 就說這個街頭運動 和議會工作的互動 所以你想想屈指一數 都已經很多年了 就說這個有沒有大台的問題 今時今日就已經這個不是一個議題 但當時小弟已經斷言 就是如果公民運動 沒有了大台或者沒有了組織 那你當年或者包括我在內 就不要這麼奮移 上街去抗議所謂比例代表制 因為我們認為比例代表制 這個選制是會導致民意的分散 最終是瓦解了 至少我所參與的公民運動 就算不是瓦解 都是大幅削弱 如果不把討論帶回大台去討論 你不就被媒體帶著走 而今時今日 最主要的媒體就是社交媒體 你被社交媒體帶著走 你一定是失招的 不知道拘捕了你去哪裡 其次剛才提到暴力的問題 我想我們去年的今天 無論如何不可能想到美國 當時說香港 無論你叫成性追擊也好 你怎樣也好 只要你是和平上街 基本上是守法 和完全不傷害其他人的身體 和暴力的時候 那我認為是公民權利的一部分 但當我們討論到暴力的時候 超過一年前 小弟在幣節目 或者其他平台 我們都有討論過 你要記住 暴力真正傷害到秩序和利益 只會是這個社會的最基層 即是所謂的當權者 甚至無執法者 你傷到他都是傷到皮毛 其實我們看 用回同一把尺 我們經常批評人家雙重標準 我們自己不要雙重標準 其實說回美國的情況都是 他們這樣的街頭暴力 最終傷害到他們的社會最底層 其實基本上都是有色人種 都是黑人 或者所謂拉丁裔 即是講西班牙語 所以這些街頭暴力 為什麼它要制止 不僅是你去挑戰強決無效 而真正付出代價 很可能跟我們一樣 都是平凡百姓 來的 歡迎收看《開來見我》 香港這一年面對著社會運動 新冠肺炎疫情 中美貿易戰 以及最新的港版國安法等等 都大大影響著香港的經濟表現 究竟港股下半年的走勢又如何 我們今天很開心請到專業投資者 筆名混水的90後作家Stanley 上來跟我們聊天 Stanley你好 你好 剛剛提到早前 全國人大公布港版國安法 隨即港股跌了1300點 之後反彈 你又認為這個國安法 即是落實的話 長遠是怎樣影響香港的經濟表現 還是你覺得只是一個短暫的跌勢 其實長遠來說 應該會有些資金外逃 這也是因為國安法的恐懼 造成一些短期的震盪 但如果你說中長線來說 即所謂國際金融中心 應該要有的融資能力 依然都在 例如舉個例子 就是去年的時候 經歷了大型社會運動 但依然香港的融資排行榜 都是全球第一 其實都沒有受影響 最主要是因為有很多大型公司 來上市 包括內地科網巨企回流 以及有知名的啤酒公司 來香港上市 頂住排名榜的第一 你會預期 其實融資能力沒有失去 因為我們還沒有取消聯繫匯率 即是有些國際金融中心 應該要有的元素都還在 但是那個比例一定會 越來越佔多一些中資 你會預期更加多的中資會上市 因為都有幾個原因 因為譬如在美國 有一些公司被打壓 例如中概股 有一間咖啡上市公司 被人說要造假 亦被股工機構追擊 那些中概股 他們都打算撤出美國市場 但他們都要回到一個上市平台 上市地位 但環球有質素的上市地不多 所以大家都會找回香港 所以你會預期那些中概股 整堆幾百億全部都會回到香港上市 還有一些未上市的科網公司 或者是一些Fintech的公司 其實都是優先考慮香港 你會預期中資的比例會越來越多 那個融資能力是沒有失去的 但是那個中資的比例 就真的會比我們現在的狀況 是會再來得多 而且會更加多 因為那個跌勢而言 當中都不少涉及一些地產股 甚至是收租股 你長遠來看 那這些板塊 是否跌勢都會持續 還是好像你剛才所說 都不是太關係 其實我想是一些短期的震盪 即地產股又或者一些收租股 因為本身這一類型的股份 跟整個政治氣候的相關係數 都比較大一些 那麼那個政治氣氛 可能就比較緊張些的情況的時候 你都會牽動到這些板塊的動動 那麼我會預期這些公司 即是如果以香港的收租股 或者是香港的那些地產股 就將會越來越低調 其實都是一個大趨勢來的 因為上年都已經有很多公司 進行私有化 當中是包括一些港資的公司 而這些港資的地產股 你會預期到 其實他們相對地會越來越 inactive 即是不會有很多大型的資本動作 或者很多大型的什麼拼購 會做出來會越來越低調 然後可能甚至乎 有些個別家族會想到 將公司會私有化 直接離開了香港的上市地 這樣都是會有機會發生的 這個就是對地產股 或者收租股的一些看法 明白 我們剛才提到 香港一年都面對著內優外患 但是港股在3月有個大跌之後 很快就反彈回升了 其實很多人都說 好像恒指不太反映到 現在香港甚至是環球的經濟狀況 你認不認同 還有原因在哪裡呢 我想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流動性太多 因為每一次有一些大型的天災人禍 政府的思維一定是印銀子 因為印銀子釋放流動性 放鬆了一些企業的債務問題 其實是一個最短期最有效的一個止筒劑 可以幫到那些企業 甚至是幫到經濟 結果內地又放了很多水 美國甚至無限QE 英國已經發行負利率的債券 美國也有想過去做負利率的措施 但是鮑威爾和特朗普之間 又談不出負利率 但是負利率做不到 但是低息環境依然存在 所以很多流動性都一下子捕了出來 然後那些錢都要找地方去投資 香港都有被考慮 根據金管局的數字 如果看上個月其實是摺了很多次盤 很多購買力資金湧了下來香港 你不知道購買力是怎樣來的 可能是四方八面 又或者是螞蟻半價 各種途徑 但是聯繫匯率是避免的位置 就是你一定要不斷摺那些錢 所以你都感覺到那些資金流 是不停地湧過來的 那些資金流最主要來到香港 就是買股票或者抽新股 所以你都會激活到整個股市 那些氣氛都仍然存在 但是這個現象就有些反常 因為真的經濟傷了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由資金和流動性 去頂住一個市況 明白 香港這幾個月都面對著 新冠疫情的肆虐 其實大大改變我們的生活模式 無論是一些遠程醫療 甚至是一些速遞平台 或者是一些在家工作等等 其實這些工作環境的轉換 會否都大大影響了 某些股票是有利的呢 其實是會有的 現在有一個新的名字叫宅經濟 宅是主宅的宅 宅在家宅的宅 就是宅男宅的宅 很多宅男宅女 大家窩在家中 工作從家裡 其實大家都沒有工作的時候 你外出的零售 飲食那些就當災 但是一些電商平台 或者一些遠程學習 或者那些股票相關的公司 其實受惠了 因為大家都多光顧 所以其實也會有這樣的經濟影響 至於剛才提到遙距醫療 我相信比較像是概念性炒作的 因為遙距醫療 本身的工具不太容易做得到 而且是因為基於新冠肺炎的疫情 大家聯想到醫療 然後再在概念上 就踏上一些遙距醫療 但其實它是否真的會受惠 這就不太直接 聽起來好像太長遠 聽起來好像太概念性 但譬如一些正常的電商 或者我們平時會用的一些訂閱的平台 可能會看節目的公司 其實它們全部都是直接受惠 明白 香港近期都放寬了 給一些第二上市公司 例如S股 和同股不同權 W股 可以入行指和國指 有些人就說好像不太公平 你又怎樣看呢 會否改變整個生態環境 甚至是股票市場 我想最大爭議的都是W股多些 因為W股本身就是同股不同權 本身同股不同權 這件事是很大的爭議 甚至說都吵了差不多近十年 是最近幾年才開了綠燈 這種爭議其實就算開了綠燈 有些股民都會覺得不太舒服 還有最重要的是 因為當這些公司入行指之後 我們其實每個人都會打工仔 都會供NPF NPF裡面通常大家都是亂選的 就是選了一些指數 你追蹤了 然後你就跟著指數去買 如果你是選了一些指數追蹤的基金 或者你的基金的組合裡面 是有一些指數追蹤成份的東西的話 而這些指數它又包含這些S股 或者W股的時候 就意味著就算你本人沒有拿錢去買 但是你的NPF也在幫你賣股票 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不太舒服 就是我本身已經想避開這些股票 那為什麼最後都強行 我的錢都會拿去接貨 所以這就是一個比較大的爭議的地方 就是當它牽動到 有一些打工仔的NPF 都要逼著去追貨去買這些股票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大家不太舒服的位置 剛剛Stanley提到一件事 就是概念性炒作 現在市場又好像很流行一件事 叫做B股 即是生物科技股 那你又認不認同是一種 即是炒概念的一種東西 因為始終很多公司 好像似乎還未賺錢 你又怎樣看 或者是哪一種類型的B股 又可以跑出呢 其實B股絕對是概念性炒作 因為那時候 他們大概跟W股 經歷了聯交所的一個諮詢 差不多同期公佈 那時候B股說明 就是一些沒有盈利的公司 只要你市值大到15億 它都叫做給你去上市 其實同樣類似這些 修改上市規則容許上市的公司 之前是有些 譬如大概10年前 就是一些叫做礦的公司 礦的公司 也都在上市規則第18章 都提及過 或者一些叫做投資公司 21章的投資公司 都提及過 其實很多都是概念性炒作 即是礦的原理 就是有些人可能在馬達加斯加 外蒙古 又或者不知哪裏 發展過油田 大家都未開彩 未賺錢 但就找一些古籍師 就說這個油田或這個礦 就值很多錢 所以大家一起去上市 然後就去集資 其實B股都有一些 這樣的概念 就是那種藥其實未被研發出來 亦未真的去Mask Production 又或者去給別人應用 全部都是一個概念上的炒作 但也引起了一堆資金 就去衝進去 但這些股票如何分成勝負 或者哪些股票會炒 很多時候都會看股票入面的大股東 又或者他本身有什麼實力的基因 然後再看看街貨的流通量有多少 其實這些純粹炒一些Bubbles炒作 都是看剛才那些要素為主 但如果真的看實業的話 其實是沒有的 沒有一個估值模型 可以正確地猜到這些公司是值多少錢 因為那個概念還未真正在市場落實 賺錢 亦未賺錢 所以以前那些Discount Cash Flow Model 全部是無法應用的 變成只是炒貨源歸邊 又或者炒一些幕後人的實力 好,謝謝Stanley的分析 相信各位觀眾 跟我一樣 都會對香港股市了解更多 我們下星期會繼續跟Stanley談 看看外圍環境如何影響香港的股市表現 下星期再見